闺蜜跟经理吵起来了 俩人互不相让 后来闺蜜痛苦地捂着头渐渐蹲下 这下可把经理吓坏了问她 要不要叫救护车 女同事一摆手 没事 就是突然忘辞了 刚才去找老板谈涨工资的事 老板说 你能否把目的定得小一点 比如说换个公司 老板发觉一人挣完手机问 你月薪多少 四千块 老板从口袋里掏出四千块甩给她的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马上给我走人 那人走后老板问 她是哪个部门的 她是来送快递的 闺蜜和我认好看电影 看见她在影院门口踱步 问她 没事背着手走来走去干嘛 啊 监考习惯了 我感觉口有点渴了就说 小宝贝 去给我倒杯水去 她说 嘴里叫着宝贝 心里却把人家当丫鬟使 有你这样的妈妈 有你这样的妈妈